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郎房车赵经理 欢迎大家进入七郎房车工厂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郎房车赵经理 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洛阳是阴天还下的小雨 那本期视频呢,还是一样给大家介绍的台车吧 这台车呢,就是今天我们视频里面的主角 V80的一个短轴低顶的一个小房车 好多顾客说你们家有没有那种能下地库的小房车 那么今天他来了V80的短轴低顶的小房车 他这个车因为车身长度是有五米长,两米宽 高度不到两米二 所以说这个地库是能进得触角,是能进得去的 而且他这个车身小巧,好停好开 而且还是自动挡的车型 非常适合女士同胞或者男士同胞的一个使用 这个车呢,是一个2.0T的柴油动力 柴油动力是一个前驱车 是一个小的客运底盘 达到了一款小巧的一个好停好开的一个小型的B型房车 那么今天呢,就随着我的镜头 好好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车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轮毂啊 都是这种铝合金的轮毂 然后四轮都是铁杀 中门的下方呢,是电动踏步 所以车门收缩开启,联动的 左右两侧的玻璃呢,是可以侧推开启 里面呢,有我们的一个窗帘 我们再往后看 车身的尾部呢,非常素气啊 也没有安装爬梯啊,之类的东西 因为这个车呢,大家都喜欢这个低调点嘛 这就是为了低调,好停好开 能下低库设计的小房车 我们再看一下车身的一个左侧 首先尾部这个呢,就是我们清水箱的一个加入口 打开钥匙,就把清水箱打开 可以用管子给里面加水 这个呢,是外接,就是我们的淋浴的一个快材头 这个是12伏的电源 我们随车会赠送一个12伏的小水泵 距离远的话,您可以提筒啊 用小水泵加水 这个是电池和逆变器的墙盘散热风扇 再往前呢,是一个7孔的 220伏的一个房车电源的一个充电线啊 充电口啊,随车到时候还有个充电线 给我们的生活电瓶充电 这个呢,是冰箱和微波炉的一个墙盘散热风扇 这左侧的玻璃也是可以侧推开启的 里面也是我们的一个纱窗 我们再往前看 这个地方是尿素箱 尿素箱的加入水口 包括车的底盘上还有我们清水箱和灰水箱 包括一个灰水箱的放水口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小巧能下地库的个人使用啊 就是一个人使用或者两个人使用的一个小房车 一会我们到车内去看看内部的布局 现在呢,我们打开车身的柱门 大家看到电动踏步啊,随着车门收缩开启联动 关上车门以后自动收着去 这台车呢,目前是一个五座版的布局 正价是一个,副价是两个座 第二排呢,是一个双人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正价是后方 就是我们的一个灶台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长的一个灶台 有800瓦的电磁炉 还有那个不锈钢的水盗盆 一个冷热带花洒的水龙头 包括这个12伏66升的冰箱 包括这个微波炉 都有清水箱和灰水箱的表 包括逆边器的开关 还有这个驻车暖风的一个开关 包括我们这个水路啊 电路啊,灯光的控制开关 还有这个15升的一个电热水器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车内的一个布局 我们再看一下后面这个床啊 它是一个后横床的设计 后横床能休息两个人 床的长度呢,是一米二乘以一米八五 这个床啊,能休息两个人 床的下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储物空间 里面的家具呢,都是一种环保清亮化的板台 包括床的后方 包括的12伏点燃器啊 包括的阅度灯啊,都有 所有的窗户用的都是一种布衣的一个窗帘 我们让我们设计师 包括我们的摄影师 在绕着这个车身的内部 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就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布局 非常适合 我们一个人使用啊 或者是我们两个人 二人世界的一个小房车啊 能下地库的一个小房车 我们打开车身的尾部啊 打开后面门 看一下这个床下方 后横床最大的优点 就是床下方的储物空间非常大啊 两扇门把它打开 里面出门都可以带起 一些我们的行李物品啊 包括一些折叠桌椅啊等等 都可以放到下面去 包括旁边呢 还有这个220伏的插座和12伏的缠电插座 方便我们在户外使用 放完东西以后 把这柜门关上去以后 更加的整洁 包括的充电的地毛 都在车身的尾部啊 这个就是我们车内和车外的一个布局 那么视频的最后还是老规矩 给大家做下总结吧 视频这台车呢 就是V80短轴低顶的一个小房车啊 它非常适合单人使用 就是个人使用 或者两人使用 能下地库的一个小房车 它这个车是一个2.0T的一个动力 自动挡的一个车型 它目前配的是一个200的锂电池 3000瓦的逆边器 12伏66升的冰箱 微波炉 电磁炉 电热水器 包括铸车暖风啊 都有非常经济实惠的一个小房车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对这个小房车感兴趣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么今天就到此结束 七堂房的赵经理 祝各位朋友何家安康 我们下期再见